我今天有個富婆要送你台抗咧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趕你 這叫 台抗 這台空車380 380幾 不選喔還沒有選的情況買 買下來東西搬一搬要大概410 420 然後車主說 他這個選配 這台整個買下來 到700多萬了 他選配就可以再買一台台抗了 選配選300多萬 我想說幹娘這怎麼選的 然後後來我剛真的上去稍微研究了一下 很多那個組配被動那些東西我還沒有去加喔 我就單純一些 我有看到的跟外觀鍵的加一加 確實就已經要700多萬了 因為保時機都是這樣 如果你是保時機的車主或者是有看過保時機的車應該都知道 他是全部說你想得到的東西基本上都可以加 而且也都要加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保時機的車主也通常也都會去 買這些配備啊 因為我自己在想可能就是 今天你都已經選擇買保時機的話 很多東西不選 好像 好像就會逼人家一等啊 那就倒不如就不要買保時機好了 你升級斯卡里圈21吋的 我看一下 斯卡里圈269700 然後 這個也是選的 就是 你旁邊有這個特殊的薄影烤漆 這個單子這個烤漆 7萬多塊 超 然後內飾的真皮座椅 還是素色的喔 他很多可以選 這個真皮座椅 多少錢 真皮座椅228400 還有很多沒選 比如說什麼 有一些那個 車風線啊 或者是雙車雙拼的 後座 2加1 這是中間那個可以做人的話 2加1 這個叫3萬 這個電梯也是選擇的 但我上面還沒看到 造型錢保 這也是選擇的 這個錢保是要選擇的 這錢保 19萬 看一下 就單這個 這個錢保 我這錢保19萬 好 這側群 你沒選的話是他不會有下面這一隻的 這個側群 好不好 59,800 卡貓後照鏡 一模樣 他上面這個後照鏡外蓋 94,700 本來真的超屌 Posh的照地燈 有沒有這個 照地燈 18,200 然後主動式 氣壓旋載系統 他這台是有的 這個主動式氣壓是137,500 然後 保時捷表面煞車 煞車系統 他這是有選擇的 這個189,400 這個有選 這個叫做LED矩正式頭燈系統 他這個燈啊 183,300 下面還有 下面還有二十二三二十幾萬的 車尾 車尾 冰川藍 Posh字樣 45,500 冰川藍 對吧 一模一樣 全擋遮陽 玻璃 日照控制 全景式 這個有選 他說沒有去試啊 車主有說 這個車頂是 它是可以調那個明暗的 就是你可以讓它淺一點或整個全黑 來這個 32萬 1200 我看 超屌 然後幹它有很多 像這種什麼電熱這些我就 這個應該也有選啊 我就懶著去看去試 我就以 以那個外觀看得到的 然後 乘客資訊 像螢幕 這個我就知道了 那天有在看人家那個 介紹 一般 你沒有選的話 它這邊是不會有 也不會有螢幕的 有沒有 誒 就是這邊 這樣多了一塊 多這一塊勒 不好意思 多這一塊 六萬五千二 幹你娘 我是不會選啊 我就會幹了 乘客加這個好像沒什麼意思 環繞音響系統 8萬6 跑車音效 電動跑車音效 31,800 電動跑車音效 然後來 這個充電 如果你是想要電動的 電動開關充電蓋 39,800 如果今天有個FOOP要送你開看 然後 之後你就 摸它下面 就可以充電了 不要就 再給它趕一下 39,800 所以外觀看得到的 加一加 原本的空車價是380 然後剛這樣子 隨便選一選 就叫320了 所以車主說它這台 弄一弄也是七七百多八百了 對 我們有也要